中国的海外留学生这些年是越来越多了 相信大部分人肯定是去诚心求学的 但是也不排除有那么一少部分留学生会动歪心思 动歪心思结果是很严重的 在国外搞学术欺诈 造假最后就是受到处罚 这两天就有一条相关的信息传出来 说在美国有所大学有近十名 甚至是近百名的中国大学生 因为找人代考而面临被学校开除的状况 随后本台记者也是前往了事发的学校进行调查 并且采访了当时的学生 我们来看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美国中部的爱奥瓦市爱奥瓦大学 因为刚刚得到消息 那里有高达百名的中国学生 因为学术欺诈被开除 或者正在处理的过程中 为什么仅在一所学校就有这么多的学生 铤而走险 以身试法 为什么近年来在中国留学生中 欺诈作弊之风会愈演愈烈 这背后就有怎么样的利益炼草 这就出发 一起去了解一下 中国留学生这种事情 带课 带考 带写 这种事情普遍吗 我是感觉 因为这个事情你跟我说 我觉得发生在中国还是 就并不感到意外吧 就这么说 因为这件事情 虽然在国内的话会比较普遍 但在美国发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 会不会会觉得影响到自己 我觉得这个反正形象不是太好 多少会对形象有点影响 因为毕竟说 那个大家留学生在外面 中国留学生 本来的就是 大家是这个统一的 呃 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 反正多少会对这个留学生整体影响 像说你参与了也好 没参与也好 但大家不会这么以为 就是说 反正你也是中国留学生 你也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 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 当初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呃 是这样的 就是我现在是在校的第二年 然后在我之前就已经听说过 这种事情就是有存在 嘛 然后他们就并且都成功了 所以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心理不平衡吧 可能就是自己就是付出了努力 人家取得的成绩会比我用上几个小时 去复习拿到的成绩还要好 你说的这种行为 就是具体的指什么 怎么样来操作 就是通过嗯 这种 比如说微信平台之类的这种 然后 他会跟你交流说 就具体说是有哪些 就是根据你的要求 会给你提供 呃 课程编号和相应费用之类的这些 嗯 你刚才说的他指的是谁 一个呃 某个国内这种嗯 专门为美国呃 美国留学生提供这种代课机构的一个在在国内 然后还有就若干个客服这样子 然后一般性跟你交流的都是其中的职一的客服 哦 专门有这样的公司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提供这种代课代上课的服务 对 然后代考试代上课代作业之类都有 一条龙服务 对 你们在美国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他们 嗯 应该是吧 因为首先在美国留学生大多数是在国内读的中学 嗯 然后嗯 就是朋友之间都会有交流或者说什么 然后有些就是同学都会分布在世界各地嘛 然后包括说美国各各个地方的中国学生也都容易抱成一团 然后这种信息就很容易被共享到 那你回到当时你选择的是哪一种 就是朋友把微信影片推给我 嗯 就是其中一个客服然后向他咨询一些事情就这样 具体你要让他干什么呢 就帮考试这样子 嗯 就是他会根据每个人的要求不同 嗯 然后来进行就是一些不同的价格或者说不同的什么套餐之类的 刚才你说就是要这种服务的学生很多 多到普遍到什么程度 就是如果说 就算你说不找人帮你带课这种网课或者说之类的 但是大多数留学生都会有找这种带写paper之类的这种服务 嗯 比如说十个人中 十个人中 起码有一半 那你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就是在 嗯 考试 啊 这学期结束前吧 嗯 就是在期末考试周的前一两个礼拜 嗯 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被通知你的 还是你自己知道的 他是先是有教授会给你发邮件 说嗯 就是你这个事情 就是被你这个人跟你考试参加考试的人不是同一个人 嗯 然后 然后会跟你说就是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惩罚 这样子 然后再 他这是教授跟你说的 然后再会受到学院的信 然后因为这次事情比较严重 所以就上报到了学校那边 两个人就可以打折 三个人就可以团购 这些提供代课代考代写的中国公司 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如此的优惠 让很多人无法抗拒 特别是那些 学习有困难 学业繁重 而又只混自己人圈子的中国留学生 遇到困难时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如此简单 而付出的代价又如此沉重 如果回到这个价格上 比如说就你那样一个相对简单的那一次 那种作弊也好 欺诈的行为也好 你要付他们多少钱 一千美金左右 然后他们一般性对于政府的话 都是一千到三千美元不等 他知道中国留学生圈子比较小 所以口耳相传 经常会 而且会给提出那些服务 说是只要你给我宣传 发送到朋友圈 会给你多少优惠 或者说你拉到 你拉到一个新的学生过来 我会给你几百块钱的折扣 你这门课就可以直接减免之类的 还有折扣 打折 还有团购吗 就差不多这种意思 就是一个拉一个 这样子我给你 就你拉到新的学生 我就给你减免掉 大概三百到四百美金 这样子 会觉得自己很冤吗 觉得有一点吧 但是怎么说决定都是自己做的 在这个领域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 一个新的现象呢 就是叫协同作弊 和商业作弊 那么这个是什么 就是说几个学生一起来 想办法来作弊 或者是有商业支持的 这样的作弊 这个现在在美国的几所高校 而且都是很好的高校 在中国学生圈子 尤其是分课程的圈子 很严重 陈航是一位90年代的 老中国留学生 留在美国后 他的工作重心之一 就是帮助那些 遇到困难的中国留学生 这个是我们先做的 还通过不同的渠道 在争取最好的结果 那么呢 即使是被 必须得离开学校 那么呢 他也是有二次机会 我们看到 找人代考的学生 有几十名 甚至上百名 数量不少 同时呢 我们还了解到 近几年来 美国大学招收 中国留学生的数量 在逐年增加 但是呢 一些学校 在对留学生的管理和关怀上 也存在重视不足的问题 我们继续来看 记者的调查 既是教育 也是产业 海外留学生 对于很多的美国大学来说 不仅意味着生源 更是裁员 2006年 中国留学生 在奥尔瓦大学的数量 是500多人 而到了10年之后的2016年 这个数字 变成了2800多人 这些留学生 每年付出的学费 达到了7000多万美元 而拉动当地消费 达到了1亿美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专门为这一事件 做了报道 小小的爱奥瓦市 中国人多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说这里的珍珠奶茶店 超过了星巴克咖啡店 那么中国留学生 在这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收到了大笔学费的学校 又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 因为在这个学校工作过的中国女士 打来了电话 因为其实我陪了几个同学 去找个律师 然后我也对这件事情 做了自己的分析 第一个我是认为说 这个学校当初在招生的时候 它的门槛比其他排名 相当的学校来的低 我知道他们 就是这个学校的 今年的财政预算 跟去年比下修两个percent 而且学校的 就是apartment chair 已经很明显的 就是说要多收周外的学生 这些周外的学生 也包含留学生 因为他们讲的是双倍的学费 因为这个学校 他周内的学生 学费很便宜 不超过一万块 就是一年 可是周外的学生 包含留学生 他们一年的学费 要讲到两万七千多块钱 所以说按照这样 他的招生的政策 跟他们的财政的状况 我觉得他们招收 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 而且是敞开大门的 这样招生 我觉得基本上 在基本政策上 就已经出了问题 我觉得学校 需要看国内的学生 和美国的学生 中国留学生 我心中对小张 有一丝的钦佩 然而还是那句老话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对于这些中国留学生 我们可以很轻易的批评 指责他们 而此时此刻 他们更需要的是 人们的帮助和职业 还要把中国留学生 学术造假事件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留学生 应该如何度过 他们这人生中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央视记者 艾奥瓦大学报道